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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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不卖酒的 也许在民国或解放出个别时段回族人不喝酒的比例高一些 但纵观整个历史和现实 那些短暂的低比例现象代表不了什么 回族对于食物方面的禁忌和伊斯兰教有着明显的不同 内容不同 由来也不同 不过是有的相似而已 丧葬方面 伊斯兰教不允许哭亡人 而传统的回族人不但哭 而且还有一套独特的习俗和曲调 伊斯兰教不允许 由焚诵经时下跪 而传统的回族人是要跪的 伊斯兰教不允许代孝 而回族人是要代的 而且是本民族的风格 回族把去世称为无常 这是伊斯兰教所不能解释的 回族人无常后要过七日 四十日 百日 周年等 这也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 伊斯兰教不允许在葬礼上燃香 而回族却相反 回族葬礼上关于这方面琐碎的对立 还有很多很多 举不胜举 就不一一介绍了 符合伊斯兰教的应该是要请穆斯林诵经等仪式 虽然也是用阿拉伯语 但是传统回族人的诵经方式和声调和阿拉伯人的不同 阿拉伯人听不明白 当然除了阿哄和个别乡老外 回族人也不知道具体在念什么 是什么意思 历来如此 可能有少部分地带回族人在这方面的情况和上述讲的不完全相同 那只是在近代被伊斯兰教化的程度不同而已 婚姻方面 伊斯兰教规定女性出巢就算是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 穆罕默德他老人家在52岁时娶了个9岁的女孩做老婆 回族可从来没有这样的做法 至于娶四个老婆说三句不要了就等于离婚等等 更是天方夜谭 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必须和同信仰的人结婚 或者有惊人 但回族大众在选择对象时只是在意对方的民族 人品 家庭 收入等方面 没有谁会打听对方的信仰情况 就算是外族人加到回族家庭也只是在意对方的人品 是否愿意或适应本民族的饮食 风俗 至于伊斯兰教所描述的天堂中人们的最小奖赏 是一座有八万名奴隶和七十二位处女的豪华住所现象 绝大多数普通回族大众一无所知 就算有人和他们说起也难以相信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宗教 宗教活动方面 每天五次的礼拜对于穆斯林来说是基本的要求 而事实上在回族聚居的农村 一般两三千人口的村子中的清真寺里 有上二三十个回族老人能坚持每周隔三差五去一两次就不错了 礼拜的动作在某些西北各族阿拉伯追随者看来 是粗糙甚至偷工减料的 有的老人能用波斯腔的阿拉伯语练习着念上几小段经文 但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他们的理解中经文和语言是没有关系 老人去的就不多 年轻人去清真寺的次数更是少得可怜 每年遇到需参加亲友无常或纪念亡人仪式时 去寺里做个沐浴 也很少有人按照伊斯兰教的步骤去洗 多数就跟平常沐浴洗澡一样 甚至有的寺中除了专职的宗教人员而没有民众 在城市中去礼拜的回族人就更少了 以数万左右回族人口的城市来说 每天能去趟清真寺的乐观点也很难超过50位 每年一度的开斋节那天 单位学校准许放假 去清真寺的人口可能能达到数千人 其中包括外省市的流动人口 以及其他多个民族 当然也会有汉族等民族的 节假日的这些来寺里的人 很多不会基本的礼拜动作和步骤 更不要说念了 一辈子不会也没做过礼拜的回族人 大有人在 在西部 由于一些回族聚集地周围的东乡族 萨拉族和部分汉族 藏等族的伊斯兰教义是浓厚 受其影响 回族人礼拜的比例稍高一些 但与他们所言称的当地穆斯林数量相比 仍很悬殊 甚至没有其他民族为主 在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礼拜 佛教寺庙烧香还愿的人多 但也没见那些民族中 有哪个被大主教和法师们 扣上基督教民族或佛教民族等的帽子 南方城乡的回族生活 自古和伊斯兰教关系更小 有的地区至今信仰的还是西域色彩 佛教等宗教 也有不少地带没有任何宗教生活 因此成了近年西北各族绿化活跃分子 垂涎的舞台 那种情况很适合他们冒充回族身份 然后用回族就得信仰或回归伊斯兰教的谎言去行骗 也就有了向阿拉伯人方面寻求更多宣教资金支持的借口 上面只是介绍了容易被混淆的几点 至于回族生活传统的其他方面 更与伊斯兰教没瓜葛 就是这样一个个别方面能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勉强挂上钩 更多方面却是对其一无所知 甚至对立的民族 衣不遮盖 抽烟喝酒不礼拜 不会念经 不去朝晋 用他们的话说都是下火欲的料 愣是被扣上了穆斯林民族的帽子 自欺欺人 有的宗派人士对此做出了回族虽然不等于穆斯林 但回族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主要载体的解释 一再宣称自己所属的乌玛是最优秀正义和贤良的人 难道还需要回族这样一个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 被你们处处嘲笑歪曲和打击的民族作为载体而计声吗 更可笑的是 他们总是强调回族身上没有了他们的寄生 回族就会死亡 但事实却是对于真正的回族人来说 无论宗教形式如何变化 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所属的族群身份和民族归属感 这一点历史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证明 恰恰相反 在中国要是回族清醒后不再做你们的载体 才是你们这些近代以信仰为幌子 混淆回族冒充回族的神棍们最害怕的 因为那将会彻底暴露出他们鱼目混珠 一无是处的真实面目 还有什么解放前回族就是中国境内所有进食猪肉人群的统称等等 别有用心的愚蠢论调 你们以为别人都不知道民国以前的这些民族都是什么名称吗 不论你们是汉藏还是萨拉东乡 要说你们是穆斯林或者佛教徒基督教徒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随便 但要心怀鬼胎的非说自己是回民是回族 那就得说到说到了 每个宗教中都有好人和坏人 正常的回族人也好 其他民族也好 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取决于对方是否信仰和信仰哪种宗教 而是他的具体为人和言行 回族中有很多很好的阿哄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着作为一名穆斯林的基本责任 用回族信仰者的方式解决回族大众 在本民族的传统礼仪和心理层面上的需要 回族大众敬重和拥护这样的本族宗教职业者 这就是回族人与穆斯林之间最真切的关联 好了通过两期的回族宗教的揭秘 不知道大家是否对回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吧